Hello,我是Colair,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支影片我想要跟你分享我目前生活中跟工作中有遇到的变化 就是一个life update 那我现在想做这支影片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想要给你一个真实的behind the scene view 看到我在教学跟YouTube光鲜亮丽的背后真实的情况 就是让你知道每个人生活中都有 嗯,嗯,就是要被击倒的那一刻 第二个也是想要让你知道我做这些影片的初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面临的瓶颈,还有我的心路历程 现在是我的周六晚上 就当作和你聊天的形式,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 Let's get started 好,先从个人生活的变化开始讲 I'm not very comfortable talking about my personal issues so just bear with me 我要先说好的消息 但是我很开心就是冲刺课真的完全改版了 三年来第一次的改版 就是2.0版 所以呢,那几周大概有连续三四周 我就是日夜颠倒,然后不眠不休的一直在做课程 然后好不容易,super exciting 就是课程做完之后 但我想说,哇好,我要去给自己放松一下 然后我在L.A.这边的韩国城看到有什么做spa 我很羡慕朋友去日本玩做spa 我想说在这边找一个 结果我这一周还是一样超级爆忙 从公司有人资的事情啊 然后内部例行的会议还是有 然后还有我要去街拍 我就发现天哪,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 我原本以为我有三四天的vacation days 但是还是完全超级爆忙 然后没有睡觉什么 从现在是2024的8月底 从今年的年初我就一直有肠胃炎 而且就很严重 一天要去待七八只厕所 而且一次很久 一直都治不好 就是我觉得整体的工作形态 还蛮影响到我 会有一个助理 就是主管特助 然后他刚进来前一两个月 跟着我做所有每天例行的事情 然后他就说 天哪,我觉得Claire是superman 就是我所有的心思心神 都投注在开会 然后营运 OK,要写软题 出教材 然后出免费的东西 课程要关心 学生要服务 OK,员工要照顾 然后我还要身为一个YouTube creator 去想点猜要怎么点接 他要问什么 去梳妆打扮 另外我还有在这边修课 就是整个世界就这样 一直这样晃过去 我就想说 诶,我的人生怎么走到这边 这个礼拜我突然有个意识到说 I have to change 我这三年来在经营YouTube 其实一开始就是在做线上拖骨教学 一路到现在有街坊啊 点星巴克啊 更多多元的影片 但是呢 我每次在回头看 每个月的数据啊 我就会发现 诶,其实拍点餐啊 跟街坊影片 其实对于我们都在做线上拖骨 就是有一个脱节感 所以呢 我目前在想说 我想要 创造一个会员区 这个会员区 我会想要创建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就是觉得 街坊跟像这样的点餐英文影片 都可以帮助到你们 可是我会越来越不想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跟我们团队的目标其实很违和 就没有关系 但我就觉得 诶,不做好可惜 因为像这样的街头英文课 真的可以帮助很多台湾跟就是讲中文的世界人 真的去了解这全英文的环境中 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开口跟别人沟通 然后我就想想半天 已经想好久了 6个月 我就想说 或许我可以开一个会员区 然后把这些街坊跟点餐的影片 完整的片段 完整的教学 全部都放在里面整理好给你们 每个月 比如说最低100元起 就会有这个会员 然后有不同的阶层的会员 看你喜欢哪一种 这是你可以来支持我的频道 继续做这些你喜欢看的内容的一个方式 如果有你们的支持的话 或许Claire可以从专注在线上托付的教学 转变成可以做更多这样有趣的内容 我在底下会放一个连结 如果你在看这个影片是会员区已经上线的话 你就会看到会员区的优惠加入连结 如果你是比较早看到这个影片 你就会看到会员区的快闪筹办小组 就是我想要把在意这个会员区的你们 加到一个discord的小组里面 然后我就会跟你们讨论说 你们想要在里面看到什么 像我在留言区有看到很多你们留言说 我想要知道你每次去点餐的那家泰国菜 意大利菜名称叫什么 那因为我个人人身安全的问题 我不敢就是随便公布在网路上 可是我想要把这些我很喜欢的东西 还有我自己觉得很有用的资源啊 书啊 自己爱的小物全部都分享在会员区 可是我也想知道 你们到底想要听我分享什么 还是做podcast 就会在这个筹办小组里面 争取你们的意见 然后投投票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把这个会员做出来给你们 对所以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下一步的尝试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可以来加入我的会员 很欢迎你 我会在里面 绝对会给你我最珍藏珍爱所有收藏清单 还有最好的资源 我想要说的是创业一直是我从台湾在大学法律系 毕业一路以来的梦想 现在回头看来呢 经过了七八年 其实我当初所有希望事情都完成了 包括可以来美国 包括英文口说不会有语言隔阂 包括有这个十到十五人的小团队 可以有一群品格好又聪明的人一起团队合作 包括遇到对的人 不要再谈那种不了了之的恋爱 还有可以有足够的钱 让我不会吃饭 不小心点 稍微贵一点就会付不足钱 这些问题都是我当初的梦想 然后现在这些 其实看来也实现 可是其实从大概一年多两年前 克雷英文在逐步上轨道的时候 我就一直有一种潜意识的压力吗 或预阻感 我那时候心中的小天使跟小恶魔在对话 小恶魔就会跟我说 你这样也太炫了吧 才一个什么小小的团队 跟小小的事业 你就压力承受不起来 然后小天使就会说 没有没有 这是真正的压力 反正两个人就在吵架 我脱了大概就是从一开始有这个 一直很有压力 就是心里是很紧绷的状态 到开始看心理智商 大概四五个月吧 我就是去看了 就是线上那种therapy 然后就美国很流行那种线上app 就可以跟一个真人讲话 然后我看完之后 其实也没什么感想 因为那种therapy都会说 你童年是不是有什么创伤啊 blablabla 我就想说 其实我不是什么创伤 我就只是在经营事业 好像遇到一个卡关的瓶颈 可是身旁又没有人 因为我们身旁都是就是一般上班的人嘛 所以不会有这个机会 去面临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但那时候有个智商师就说 你好像不是需要心理智商师 你是需要跟 在跟你做一样事情的人 去交流连结 你还不要去一些 美国各个城市都有一些 大型的商业展会啊 conferences 所以从那个时刻开始 就差不多一年前吧 我觉得每两三个月啊 四五个月就会去 不同城市的 可能行销的那种大展会啊 AI的大展会 跟人家交流一下 聊天一下 蛮有用的建议的 那经过一年走到现在呢 我觉得其实我心里的那种 感觉 就是承受压力的那种感觉 还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没有因为 去了 therapies 还有 这些conferences 就有改变 但是确实是 可以承受的压力度 又大了很多 表面上事情 当然都是顺顺利利的完成解决 那你身为就是要对学生啊 员工啊 还有大家负责的人 你当然就是要好好的解决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的 非潜意识 有意识的那个脑袋 就是很正常的运行 然后都okok解决 解决没问题 但我的潜意识就是有一种 压抑感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表面上都okok没问题 但是有一种 心理的压力在累积 然后你平常不去讲 也没有人会知道 然后你也不太想要去管它 但有时候强度太大的话 你就会觉得 好像还是要花时间 就是坐下来 跟自己的潜意识聊聊天 然后我前一个月吧 有跟一位熊猫餐饮集团的 前主管 Adam 也有在我的短影片中出现聊天 短影片虽然没有得到很多关注 但那个跟他的对谈 其实对我个人非常受用 他有跟我提到个观念 我也想要跟你分享 叫做paradigm shift 就是你看事情的角度 比如说你今天走出去 外面在下雨 你可以说今天是下雨 是一个很不好的天气 或你可以说今天下雨 所以路上有水 你对一件事情的诠释 这叫做paradigm shift 可以转移 所以呢 你对一件事情 如果诠释不同的话 你的内心的体验跟感受 就会很不同 然后Adam也有推荐我去看这本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很有名的书 叫做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我觉得其实蛮有帮助的 他在讲说你要成为effective 就是有效 长远来讲有效的人 不是efficient 就是追求效率效率效率 那长远来讲你就会burn out 或某一方面就会垮胎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一个像meditation那种效果 还有另外一本书是我自己找到 我觉得对我目前阶段的瓶颈 好像有一点点提醒 叫做4000 weeks time management 这本书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悲观的书 那我自己就是比较乐观 所以才会想说 哦在台湾出生长大也可以来美国啊 然后什么都没有也可以创业 我本来就是比较乐观 都会往好的方面想 因此呢 这个优点也会成为我的最大的缺点 有时候会超过自己能力范围的去规划一些事情 这本书就有讲说人生是有一个有限性的 在这个有限性的框架下 你需要去接受 比如说一年后的自己 你不可能又超级健康 每天都去运动 吃饭都吃超好 事业超有成 每天都可以5点钟准时下班回家 又可以跟爸妈每周见面 就是我们所有想要的目标跟未来 它都可以同时平行存在 但它不能存在在同一个宇宙中 这就是人生的有限性 我觉得这本书提醒我的就是贴近现实的说 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很好 OK这件事情做80分 OK这件事情做60分 我就满意了 给自己的压力比较不会太大 所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我最近用重看我最爱看的电影 看了五六次有吧 就是Moana 我每次看就是每次都被不同的点打动 第一次看的时候 Moana就是离开他的小岛 要去航行到海湾 去克服一些难关 然后他唱歌的时候就唱 I wish I could be a perfect daughter 就是我希望 真希望我是一个比较好的女儿 可以听我爸爸的话 但是呢 我还是想要出海航行 我就觉得 哇 这不就是我离开台湾的时候一样的行程吗 可是呢 我最近在看一次的时候 最被感动的一个是 Maui很DRUM的那个男生 原本要帮Moana一起克服难关 打击怪兽 但是呢 Maui半途而废 因为他的那个铁钩坏了 所以他就走了 Moana身为有梦想跟任务的人 他原本想要放弃了 Moana觉得一定要有Maui的帮助 才可以克服这个难关 但就算Maui半途而废 Moana还是有继续坚持下去 最后Maui有回来帮他一起 战胜这个怪兽 我在看的时候就很有感 因为我觉得在这一路上 就是很多 最一开始跟我的几位员工 到现在都还在 但是中间也是会有一些人来来去去 它也是对于每个人 在我身边的人 不管是员工什么 我希望他进到我的生命中 会有给他带来价值 所以我会很在意他们 那我觉得这件事就会反过来 让我觉得他们离开 就代表我investor很多 但是其实那不是sting Moana这个电影就是让我觉得 不管跟你一起在船上 原本要克服外兽的人在不在 如果你坚持梦想 坚持要完成那个任务的话 还是会有人加入回来 帮助你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有一件事情 可能原本有某些计划 外在的条件 让你觉得你可以去做那件事情 可是后来那些外在的条件消失了 你还是要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这个是你的mission 大概就这样啦 分享到这里 所以希望你们跟我留言说 喜不喜欢我这样的 Live Update 随便Ramble呢 然后去看看我的会员区吧 看你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来支持我继续做这样的 英文街坊啊 英文点餐影片 那我是克雷尔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下次见 拜拜 嗨 嗨妈妈 你想来跟我一起来 谢谢我的频道 我爱你 Color Photo Vence 你真是漂亮 谢谢